你是不是想让整个直北都姓晓 是不是这样 爹 你去见了成林 是 在这个敏感时期 这件事如果让总司令知道了 他会怎么想 这个时期 恐怕总司令自己早就已经有想法了 眼下 总司令早就和日本人 在商议签署供容书一事了 我知道 您一直坚信他会坚守底线 而如今呢 此次 和总司令还有康敬雄供奉南京的路上 我一定要跟他好好谈一谈 问个清楚 我想总司令只是一时糊涂 让他悬崖勒马 还来得及 您怎么至今对他仍保有希望 他若弃国 我便其他 明日便是随林的会议了 我知道我们在那边有驻军 但我建议您还是多带点人吗 我心里有数 再来 您真不守 您 您 您 海山兄 别来无恙啊 康司令总是比海山先行一步啊 大哥跟我聊了一会儿了 他让你在这儿稍等一下 好 来 坐 小司令 总司令有请 好 海山啊 辛苦了 总司令 好 你们二位先出去一下 我跟海山有几句话说 是事 总司令总司令 海山 请坐 您坐 来 海山啊 今天真的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想说 关系到才军 这可是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 所以海山 我想听一下你的心里话 是什么 大哥 一旦开战 百姓流离失所 生灵涂炭 我们练兵千日 最后把枪口去指向自己的同胞 于军 于民 我觉得现在最好的方案就是 各处全都坐下来谈判 消除中央对地方的猜忌 你 免得矛盾升级 海山 你怎么向着中央政府说话呢 大哥 什么意思 我看 你现在 是不是打算好了向中央政府倒戈 而且你也做好了 对我取而代之的决定 大哥不是想听我的心里话吗 和萧海山 再也不打劳民伤财的仗了 更不要说是同事操戈 如果谁现在挑起这样的战争 我萧海山一定会站到他的队里面去 海山 你现在放肆了 大哥 这么多年我对您忠心耿耿 从来没有过二心 因为我觉得 您是一个有底线的人 起码 黑白是非是分明的 不过现在 您太让我失望了 请大哥给句话 这上面写的真的属实吗 我真没想到 你竟然敢在暗中调查我 我也没想到 我一直辅佐的兄长 我的生死大哥 竟然跟日本贼寇勾结 那你呢 你勾结的是中央政府 郎子野心 你是不是想让整个直北都姓小 是不是这样 跟他一起行 我怕他 他怎么回事 我怕他 你会想到 我怕他 在这儿 我怕他 我怕他 你不怕他 你不怕他 我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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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通知小家 海山在来隋岭的路上 遇到歹徒寡步敌众壮烈牺牲了 海山身边的人一病除掉 下手干净点别让他们受罪 毕竟是自己的兄弟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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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正 容高姐 对不起 对不起 那 西